台中市太平区发生了街头暴力冲突 有一名男子先是拦了一辆计程车 行驶约100公尺之后 跟驾驶说要载一名朋友 没想到一下车就朝路人出拳攻击 甚至还呛吓说要拿枪来 接着人就跑了 辖区远景货报赶到迟迟不见人影 附近民众都说没有看过这个人 现在警方将进一步调查 并对动手的男子以伤害最先真板 带着眼见男子不仅大声咆哮 还直接动手 一旁计程车驾驶赶紧上前劝阻 28号下午2点多 台中市太平区发生街头全武行 男子最后撂下狠话 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 辖区远景货报回到现场时 不见他的身影 路边的计程车驾驶表示 男子先是坐上一辆计程车 行驶约100公尺后 就说还要再在朋友 下车后就跑去殴打路人 然后就跑了 车前也没付 让驾驶一头雾水看傻眼 可能是在外面 两个人想喝酒喝酒 附近民众表示 不认识动手男子 小学警方也主动展开调查 警方将进诉请双方当事人到案说明 除了将动手的一方依法送办 也将厘清是否真的违法持有强支 既然是王东山台中报道